她是大陆新娘 二十年前她跨越海峡 远嫁台湾 团结大陆姐妹 争取平等权益 形成台湾社会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要成立生产党 为我们新住民 争取地位权益平等人权 二十年后 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她返回大陆创业 参与家乡建设 带起大陆配偶返乡创业就业新风潮 这边人嫁过去 从台湾的人嫁过来 变成我们真正两岸一家亲 卢岳香在两岸文化交流中 贡献她力量 南平少午萧家访镇 群山眼应间 一座独具台湾特色的 现代农园正在悄然见起 石植初夏 园子里桃果出挂 来自台湾的农园主人卢岳香 一早就带着工人们忙碌着 像这些长起来 就挡住阳光的 都是要给它去掉的 五点钟起床上山 九点钟才回来 我们接受的台商远度 没有台商是亲自动手的 它是第一个 眼前这个凡是亲力亲为的台商 卢岳香是名地道的客家妹子 1991年 卢岳香带着11个皮箱和2000美金 从老家龙棉永定 嫁到海峡对岸的台北 成为台湾开放后 最早的大陆新娘之一 孤身一人远嫁他乡 骨子里好强的他 很快适应了台北的车水马龙 但是由于大陆配偶在台湾取的身份 和工作权的规定条件 比外籍配偶还要严格 使得台湾当地民众 对大陆新娘也另言相看 当时是政府也歧视 社会也歧视 连小孩都歧视 菲律宾也好 印尼也好 越南也好 嫁到台湾的4年就可以拿身份证 我们当时要11年 要11年才拿身份证 只要你一开口讲话 他们就骂 这个就是大陆妹 长得那么漂亮 又不知道有多少来年的钱 会被他骗 然后甚至你去看病 我们都还没有讲清楚 就叫下一位进来了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改变 台湾的老百姓 对我们的观感 与其默默忍受 不如奋起改变 1996年 卢月香联合200多名大陆新娘 成立中华外籍新娘 关怀促进会 期许以此改变陆配的不公正待遇 但是协会组织毕竟力量有限 诸多诉求 还是要通过立位称诉 卢月香意识到 他也成为第一个担任台湾政党主席的大陆新娘 恰逢此时 大陆出台实施一系列会台政策 为了帮陆配姐妹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卢月香选择了返乡创业 他先后与家乡龙岩 以及福建三明等地合作 种植台湾稻米实验田 还动员陆配姐妹们 一同登陆投资 分享大陆发展红利 每次党员大会 我都会带着我的项目 图西亚纳投影放出来给大家看 从疫苗到插秧 到收割 到卖骨子 卖大米 都有这个介绍 然后每个人看到就说 主席我要跟着你过去看一看 在卢月香的带动下 中国生产党党员 返乡投资总额多达70亿 因为党员们分别来自祖国各地 卢月香一次次陪着他们回乡考察 每月往返两岸两三趟 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也感受到了祖国大陆 日新月异的变化 大陆的变化每天都在变 最早的时候去到乡下 感觉乡下都是很脏乱的 现在农村都像一个大花园一样 不管是现在哪一个乡村 在怎么偏僻的地方 它都有通路 所以祖国大陆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真的看在眼里 我们这几年做企业 也真的轻松很多 也很放心 这一块就是我们最前面 像有套种那个黄花菜的地方 返乡升高农业20年 从福建到安徽 卢月香的事业版图在逐步扩大 2021年3月 一次带队考察的契机 它又相中了南平少五 萧家坊这一片山水浮地 这一次 卢月香带回了台湾精致农业发展模式 曾经杂草丛盛的沙石荒地 如今已变成四季花果飘香的生态庄园 卢月香他们发展这个精致农业 它能把这个 就是一块小小地方秀出花来 所以说比如同样是种桃子 原来可能我们就是把桃子种下去了 长出来桃子拿去卖 那同时 以这个精致农业这种模式来的话 可以变成一个观望桃园 桃园底下套种金花呀挤花 就能把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吧 在少五的广袤大地上 卢月香探索出了无限的可能 2021年11月 明北地区首个台湾农民创业园 在阎山镇上桥村破土动工 在保留百亩茶园的基础上 规划亲子采摘蔬果园 爱兴喂养小动物农场 未来将成为两岸青少年的盐学基地 而他在少五市水北镇龙斗村的饰演田区 也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休闲步道深入稻田腹地 行走期间就能感受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 我为什么会一个农场开一个农场 目的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人来 台湾人现在自己没有田的人想种田 在大陆的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 卢月香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把先生 儿子 姐姐全家都动员了起来 比如说今天水果园有虫或者说有病毒 他们每天去检查去看 他都会给我汇报 汇报我就开着车子去看 我妈回江创业作为一个带头人 我们希望是说让台湾的青年 包括一些想创业的人 都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这边的创业环境 然后让他们多来这边互相交流沟通 他们才能认识大陆 闽西是八千多万海内外客家人 和台湾近五百万客属同胞公认的客家祖地 两岸客家同宗同源 一脉相传 身为客家人 卢月香时不时召集定居少午的客家乡亲们一同聚会 包个玉子包 搓个牛肉丸 两岸客家人相同的味觉记忆 就在这样的一手一块中打开 台湾有四百多万的客家人 我们福建省又有五个县是客家县 身为客家的女儿 我也想把台湾的客家文化 跟大陆的客家文化给它串联起来 多交流 作为两岸婚姻变迁的亲历见证者 卢月香在婚姻家庭的经营上 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工作之余 她也时常和两岸姐妹同胞沟通交流 分享经验 共同探讨如何在两岸交流中 贡献更多的她力量 30年前的一个决定 改变了卢月香的人生轨迹 从远嫁台湾落地生根 再到引领陆佩姐妹返乡创业 卢月香用自己的经历 书写下两岸同心 共赴美好生活的绚丽篇章 大陆是两家 台湾是婆家 现在两岸都是家